巨大爆炸声传来 Sky News采访团队想进去乌克兰北部战略要塞切尔尼哥夫 却遇上抛袭 慌乱中跳上车 俄军以强大火力围困 外面的人进不去 里面的人好不容易才找到出路 却马上被俄军围堵 一路上爆炸声不停 路边逃难的人站着又趴下 好不容易找到体育馆 一行人就地避难 同行的乌克兰民兵趁着控党和家人视讯 等到危机解除再度上路 却看见无辜被炸的平民 切尔尼哥夫从开战以来遭到二军封锁 当地距离首都基辅仅130公里 是北部阵线的重要枢纽 镜头另一边波澜边境 成功逃出来的切尔尼哥夫居民 内控俄军残暴 民众成了俄军肉把 乌克兰人的苦难 看不见镜头 TVBS新闻 不如乌克兰卷 我们在国际上 无法容忍引爆战争 这对俄罗斯夫妻 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女儿 全家离开俄罗斯 来到土耳其生活 本身在俄罗斯 是一位物理学家 妻子则是老师 宁愿放弃当地的工作 也看不惯普清出兵攻打乌克兰 根据统计 像他们这样的年轻高知识分子 在开战十天内 就多达二十万人选择离开 不止一般民众 就连俄罗斯议员也反对 女议员完全没在怕 在公开场合大声反对引战 就算有议员之一 她也毫不畏惧 波兰华沙街上聚集民众反战示威 尤其里头很多都是白俄罗斯人 甚至大批民众躺在地上 象征乌克兰死亡平民 伦敦和捷克同样举行反战活动 现场高举乌克兰国旗 民众纷纷站出来力挺乌克兰 毕竟恶物战争世界都在关注 反战声浪一波接着一波 特别本新闻综合报道 乌克兰流行乐团 乐手穿着迷彩装 戴刚盔在残破的建筑前面自拍 向英国歌手红发艾德喊话 希望能跟他以连线的方式 共同演出 英国伯明罕即将举办慈善募款演唱会 力挺乌克兰 加入军队为国奋战的乌克兰歌手塔拉斯 在网络上拍片提议 以视讯连线的方式 跟红发艾德和其他歌手 一起演出这场慈善演唱会 这段影片已经获得网友百万个赞 红发艾德也亲自拍片回应 尽管主办单位拒绝了塔拉斯的提议 塔拉斯还是拍了影片 感谢红发艾德的回复 另外艾斯卡金像奖颁奖典礼 即将举行 营地西安潘呼吁 如果奥斯卡拒绝让乌克兰总统 大批难民一起搭火车逃到波兰 奥斯卡颁奖典礼传出可能会邀请 泽伦司机以连线的方式 现身演说 尽管主办单位表示还没做出最后决定 线盘仍然积极发声 以行动力挺乌克兰 TVB的新闻与世音综合报道 跟着老师节奏 大人小孩展现舞姿 他们都是从乌克兰逃离的难民 聚集在教室内正在接受的是舞蹈治疗 说到儿子忍不住哽咽 无情的战争被迫逃离家乡 轰炸炸击天天上演 心中留下难以抹去的创伤 但日子还是得过 舞蹈课成了他们输压的管道 本身也从乌克兰逃离战争 更能感同身受 对小孩甚至妈妈在心中的创伤有多深 而同样借着舞蹈 无畏人心的还有她 远端视讯教学 她是来自美国芝加克 乌克兰舞蹈团的成员 教导乌克兰小朋友传统舞蹈 想要传达这件事 战争下最无辜的就是一般民众 两国交火看不到镜头 但透过舞蹈互动支持 给予彼此心灵上的鼓励 TVB新闻综合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